成龙十二生肖回台东谢恩高喊钓鱼台是中国的 哎呦 这是在唱什么啊 原来是原住民小朋友们宰歌宰舞欢迎成龙回台东 我觉得台东很干净 空气很好 很绿 他今天到其实是兰茵执政的台东县举办感谢会 体年好山好水的台东及其父老乡亲祝他芯片一辈之力 哎 还记得他今天出来台东新尊鱼港拍戏《玉金包奶》 简直叫人物做波妞泡汤 但其实是在拍十二生肖来着 我把这次拍戏的经验也回到香港 回到国内跟我所有朋友讲 怎么样啊 我都非常好 我希望以后多一点人来台东拍戏 也希望以后这部戏卖座了可以续集 可以再来这边拍戏 他提到了当地富有环保意义和娱乐性的自然奇景 悉数取景入境 还说多留了一天只为了和剧组艺人体验单车型 当然啊 重量级的大炮如成龙人是不敢有话直说的本色 历史来讲 钓鱼台是我们中国的 钓鱼台是我们中国的 是没有质疑的 一定是我们中国的 钓鱼台应该还给中国 但我想苏联也帮了我们海鲜威 为什么不还给我们呢 应该是全部 所有谁的国家也不还给国家 我如果是真的希望做一个世界 一个公平者 一个世界 一个大法官 我应该就这样子想 以前的过去了 因为现在就全部还回来 我希望我是一个 适合面 我可以把那个导拉进里面 苹果原来喜欢芯片应该不用去日本宣传了吧 不倒